另外看到一項非常仰賴觀光跟博彩業的是澳門經濟 現在受到疫情的衝擊之下 觀光客根本不來了 讓賭場生意暴跌九成以上 現在要為了刺激消費 澳門政府發放居民每人八千元的澳門幣 相當於只會台幣三萬塊 希望振興經濟 那麼效果如何 我們來看看獨家報道 這也是澳門有名的大三八牌 平日時間這裡會擠滿本地跟外國的遊客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現在遊客進不來 澳門閉彩景點如今變得冷冷清清 只剩下零星的本地觀光客 對比疫情之前人潮差很大 走幾步來到伴手禮街 狀況一樣慘兮兮 不及一家店貼出公告 放野望去整條街有三分之二 都是拉下鐵門停業狀態 也有店家祭出下殺折扣求生存 但觀光客進不來 不只小店生意慘淡 也連帶衝擊澳門經濟命脈 賭場外一整排計程車停在原地 等不到乘客 澳門博彩業被疫情阻斷 客源生意暴跌超過九成 就怕經濟被拖垮 政府也出手砸下五百億澳門元 發放每人八千元補助 相當預約台幣三萬元 比卡付款紓困金使用就像悠遊卡 不過每天使用上限三百元澳門幣 發放後居民大多鎖定超市才買 生意明顯回漲 不過也有亂象 超市現成料理 豬肉一盤三百一十九 要價將近台幣一千二 相較之前價格狂飆十倍 相較三四根賣到兩百元台幣 不少商家趁機烘台物價 亂中求生 澳門疫情雖然趨緩 但經濟重度仰賴觀光客 就怕短期 無力回天 記者姚國鋒 柯博宣台北採訪報導